大家好 介紹了許多腰斬作品可以把它們分成很多種 有畫功不好的 有劇情缺乏邏輯的 還有登場人物不討喜的 會被批評都有許許多多不同的理由 但漫畫家想當然都不是刻意給自己的作品製造缺陷 大家都是很認真的想要畫出一部好作品 結果讀者不買單 還要被道德敗壞的youtuber做成影片說什麼大變作來賺流量 雖然話是這麼說 但今天介紹的作品作者從一開始就抱著畫大變的心態 畫出來的果然有夠大變 那就是漫畫太郎老師的地獄甲子園 馬上來看看他是怎麼樣的作品吧 地獄甲子園是1996年在月刊少年Jump連載了12話的腰斬作品 劇情在講私立新到高中的棒球社今年聚集了一群強豪 而校長就很高興覺得今年一定能打進高中棒球的殿堂甲子園 這時主任跑進來說 不好了今年的預賽對手是外道高中啊 什麼外道高中 聽到這名字校長陷入絕望 難道今年只能放棄了嗎 我們三年前跟他們對上 結果這邊死了五個人 多人負傷 最後沒有選手只好放棄比賽 你們打的真的是棒球嗎 而另一方面 棒球社後補的眼鏡去學校的角落撿球的時候 遇到了轉學生的野球石兵衛 兩個人意氣相投成為了好朋友 然後眼鏡警告石兵衛叫他不要在學校的角落休息 這裡的不良集團很可怕的 當兩人正準備離開的時候發現已經被不良集團完全包圍了 蛙類真的是好可怕的不良集團 這是一所高中耶 你們住在這裡很久了吧 然後不良的老大就要宰了他們 石兵衛就叫眼鏡把球給他 開始發揮超強的控球能力 把不良一個一個打倒 而聽到有人在打架 校長趕來目睹了這一幕 沒想到我們學校還有這麼厲害的投手 校長心想 然後石兵衛把小弟全部打倒 老大就親自出馬要跟他來場棒球對決 石兵衛投出了150公里的豪速球 但被老大輕易擋住 老大就丟回去 沒有手套的石兵衛只能躲 然後老大丟石兵衛躲 接下來四頁都是同樣的複製貼上 不愧是漫畫泰郎老師 對影印機的運用真的是業界頂尖 然後石兵衛決定孤注一直用腳接 結果卻被直擊蛋蛋陷入了絕境 老大要給石兵衛致命一擊 這時眼鏡衝出來想要犧牲自己拯救石兵衛 眼鏡別過來你會死的 結果完全趕不上 然後球再彈到眼鏡臉上 人家也陣亡了 眼鏡你振作一點啊 眼鏡 眼鏡 目睹眼鏡身亡 石兵衛站起來說 我要宰了你 石兵衛擺出架式 校長說 他那個架式是大聯盟野貌的龍捲風頭髮 不 他開始旋轉了 這個頭髮是 超級龍捲風頭髮 超級龍捲風 不 這是什麼啊 主任用球數計開始測 140 150 160 超過170了 突破了200 砰 球數計爆炸 啊 主任 主任就這樣掛了 不行啊老大不可以接那個球啊 老大接球還邊放屁 這種東西 這種東西 啊 就這樣老大被貫穿了 校長目睹石兵衛的實力 拜託他說 請加入我們的棒球隊 用你的力量帶我們去夾紙圓吧 石兵衛說 不 我對棒球沒興趣 開什麼玩笑 你那雙眼睛是深愛著棒球的眼睛 校長說 確實我以前也是個熱愛棒球的少年 但是有一天老爸要跟我玩傳接球 我興奮的轉了好幾圈丟了出去 就因為我轉了幾圈 離心裡貫穿了老爸 老爸 從那之後我就不投球了 原來剛剛那不是第一次啊 雖然有這樣悲傷的過去 但經過校長的誠心說服 石兵衛決定加入棒球隊 對抗外道高中了 但要打棒球需要9個人 石兵衛就踏上了尋找其他的棒球戰士的旅程 就這樣到了比賽當天 都已經要開始了 卻一個人都沒有來 只好先讓原本的正規軍上場 這時對手的外道高中也登場了 哇嘞這是高中生嗎? 確定不是有人召喚了一堆不死足怪獸 然後在石兵衛他們沒來的情況下 比賽就這麼開始了 星道高中第一局攻擊結束 獲得了壓倒性的領先 但是大家都死了 校長也很貼心的講出了讀者們的心聲 開什麼玩笑 只是打個棒球會變成這樣嗎? 會變這樣嗎? 會啊 對方的教練說道 陷入了沒有球員的絕境 這時眼鏡挺身而出 我來撐到石兵衛他們來的時候 被眼鏡的勇氣感動 校長也決定上場 就這樣比賽再次開始 眼鏡投球 哦!去死吧! 對方直接把球棒丟過來 就跟玩過頭的章魚哥一樣 章魚哥好像越玩越瘋狂了耶 他剛才還把樹丁丟過來了 那是什麼?球棒的屁股在噴火 蹦! 眼鏡! 校長衝過去 咔嚓! 啊! 哈哈哈 在此同時 石兵衛靜靜地死在了獄中 第一部玩 哈? 可以不要有第二部嗎? 到底在演三小? 可怕的是漫畫到這還沒有演完 開始演一些無關的支線劇情 像是什麼住在無人島的少年要送拉麵給爸爸吃 還有老爹跟一隻狗大戰外道高中的劇情 連載當時還向讀者小朋友們募集老爹跟狗的名字 結果是愛知縣的士賀文陽君 跟星系縣的高田克哲君被成功採用 還要送他們當時超人氣的遊戲機 跟動感小子遊戲片 叫他們好好期待 結果翻到後面外道高中的教練出來說 愛知縣的士賀文陽君 跟星系縣的高田克哲君 才不會給你們遊戲機勒 當然動感小子也不給 真是個壞蛋 適合文陽君跟高田克哲君看到這一定哭暈在廁所 然後第二卷翻到最後面有下集預告 然後下一頁就是 才不會告訴你們勒 拉完屎去睡吧 真是個壞蛋 連下集預告也不給我們看 總之這部漫畫也沒什麼好解說的了 毫無脈絡的劇情 讓人不适的畫風 低級的笑梗真的是非常的大便 不過它裡面確實有很多地方很好笑 我很少看漫畫笑出聲音來 作為搞笑漫畫應該算很厲害吧 那麼這部作品為什麼會變這樣呢 作者的漫畫泰郎老師表示 連載當時都是一堆破事 我不想回想起來 從一開始我也根本沒有想要畫這個 從網路上的情報可以判斷 作者跟編輯部在連載中產生了許多爭執 不過看看漫畫泰郎老師其他的作品 感覺就算讓他畫了想畫的也不會差太多呢 而查一查最讓我驚訝的 還是這部漫畫竟然有拍真人版電影 來播一下預告片 哇勒怎麼感覺蠻好看的呀 那麼這就是地獄甲子園的介紹了 今天的漫畫就介紹到這裡了 大家拉完屎去睡吧 再見